印度的猴子,礼貌吗? 这步的第二天 昨天我在这边已经过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天 然后今天又安排了去很多地方 发现很多新的东西 今天你们也加入我吧 你们看一下我还安排了沙子哈乌斯巴的地方 我们在这边的第一小火车马铁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已经在普通吧 然后马铁已经给了一个比较又特点的 登顶的交通工具 我的天 ciao 在头,在手里面 啊,猴子来啦 猴子朋友 我来楸前 这种猴子的天啊 看着很香 我们现在已经到今天的第一个地方了 这边是一个寺庙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猴子的住宿的地方 就是有非常多的猴子 然后这边找到了几个印度的哥们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边一起爬山看看 这里是他们洗澡的地方 他们的洗手间 哇 这里还有包包 你好 这个非常的可爱 然后这些猴子在这个地方还是表现得非常不错 他们说他们一般来说还是有一点危险 有可能要过来打人或者咬人 但是有这个哥们我们就安全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自然的瀑布 然后睡在上面下来 然后这边就是人洗澡的一个地方 相关于是一个游泳室 也可以说是人与胡子一起洗澡 可以 然后这个下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建筑 这边躲着 这边躲着 猴子放药 这边躲着 猴子放药 这边躲着 这边躲着 猴子放药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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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猴子 还有这个 这么多牛 可以 大自然 哈哈哈哈 走完了 还有点累 这个 爬了很多汗 出了很多汗 今天还特别热 应该有三十多度 三十二 三十三度左右 但是这边这个风景太好了 已经回到城市里面了 看这边有好多牛啊 这附近好像有一个菜市场 然后现在已经都下午的时间了 现在尽量的去找一家咖啡 喝个下午咖啡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 这一条街 还可以 还不错 还不错 哈 真好真好 喝了咖啡之后 力量也来了 现在可以继续走 可以继续爬上 然后要去看下一个地方了 这个咖啡厅我收藏起来了 一会儿回去的时候 我又要来一杯 哈哈 现在我要走比较远的路 可能要走三十多四十分钟 然后还要拍一个扇 到下一个景点 也是今天的第二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么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儿 我们在下一期又看一下 Maki要上哪一个山 要到哪里去算 然后我发现刚才 Maki差一点被骗了 因为那个出租车司机 他送我的这个咖啡的时候 他说要去个下一个地方 他也可以送我去 然后来回 他要收我七十多八十块钱 虽然说不轨 但是我看了一下 他如果开车的话 他要开好久 可能要开一个多小时 来回 然后我看了一下 我走路的话 还近一些 还少一些 还免费 还环保 还短练身体 所以现在要走路去 有些时候 要先自己看一下 先了解近处 再出发 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 今天的分享 也就到这儿 Maki要去走路了 爬山了 如果今天的视频 你们感觉 不差 还可以 还有点意思的话 那就把Maki点个赞 别忘记 关注一下我的账号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 今天的观看 Maki要说再见 下次见